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UAL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邓碧云曾经拍摄过的电影 1961年一柱擎天相苦将,邓碧云饰演正宫娘娘 接着是先学神针,邓碧云反串做白云飞 接着是夜雨秋灯,邓碧云飾演张翠嫩 拉车行大云飾演陈翠芬,声月曾飞 冤云塔飾演杨素我,偷香血债飾演林杰商 飘平恨大激角飾演刘玉萍 先学神针下集反串白云飞 雌雄剑属帽急报复仇飾演呂艳云 黑夜飞头记飾演金美真 三合明珠宝剑飾演笑云公主 接着是血泪种情花,分析两个角色 分别是晴艳霞和红秋霞 接着是金大嫂,邓碧云飾演金大嫂 接着是1962年,首先是多激姑娘 邓碧云飾演马淑琴,邓碧云出世 便飾演岳飞母亲,接着是先学神针 第三集的大结局,邓碧云飾演白云飞 接着是八大女合闹江湖的下集 便飾演慰晶,望梁滩飾演得戏正宫 千里送黄姑,飾演晋凤霞 接着是英雄掌上野途美,便反串做建文帝 其女舍一梁,便分析做舍一梁 和反串做舍三郎 虎将曾妻,飾演彩鳳公主 八大女合闹江湖的上集,飾演慰晶 皇陵回爱妻,飾演彩鳳公主 接着是1963年 瘦身太太,飾演李秀琼 摩登大琴,飾演阿苗 楊八者闹金鸾,飾演宋贤王 藏元巧破密封计,便分析何杰云和朱家堡 接着是龙虎三女霸的下集,便飾演黄蝴蝶 謝石雲,王全惠武,便反串做悟生 假玉郎便分析文秋云和反串文梦湖 萬劍之王,飾演金發公主,龍虎三女霸的上集,飾演黄蝴蝶 謝石雲,奪雲旗下集大機閣,邓碧雲飾演潘三良 猴子冰華山救家,飾演雲平公主 仙劍神魔大結局,飾演蔡潘安,迪少雲 新夜吊秋喜,反串做李舒隆 天劍神筆,便分析孟是良和反串做文曲星 李仙,便反串做鄭元和 奪雲旗,奪雲旗上集,飾演潘三良 點錯鴛鴦,便反串做徐英傑 仙劍神魔上集,便分析蔡潘安,迪少雲 一九六四年,六四年有蘭賭爾當老婆,飾演劉玉娥 英雄情類寶山河,飾演龍秀雲 七彩神火棒,飾演雲中學,臨外活雪 一流十四夕,飾演裘小雄 旅合脫脫兒大結局,反串做蔣華生 方堂四怪俠上集,飾演黑衣羅撒吳玉兵 神學金英,飾演莊玉英 旅合脫脫兒上集,反串做蔣華生 搶雜新娘,飾演妹頭 方堂四怪俠下集大結局,鄧碧雲飾演黑衣羅撒吳玉兵 鬼馬姐姐,分析兩個角色,首先是李文偉,反串做李文傑 一九六五年,血染蝴蝶山 飾演張玉宇,三姑嫂上集,飾演陳瑞傑 蒸山瓜,飾演阿兒豬,南北鐵嘴雞,飾演周翠薇 好者賣粉果,飾演毛月好,傻大者當兵,飾演五玉蘭 鄉下妹出城,飾演黃金蝶,白紫千宣,飾演好者 堅城昔,星馬柏外景新聞特輯,他就做回鄧碧雲 冷媒情侶,飾演趙冷媒,三姑嫂下集大結局,飾演陳瑞傑 火鳳狂龍,分析兩個角色,慧妃和姬女紅衣女 接著是泰太太日記,飾演蝕冰心 接著是1966年發財鑽石堡,飾演黃玉燕 701烏龍女偵探,飾演701蓬佩 接著是金蕉銀更蕉,飾演趙戴銀 接著是冷月離魂,分析周太太和周文進的媽生姊妹 接著是後備新娘,飾演黃大豬 書劍幽雲,反寸做柳夢瓶 接著是傻大者觸賊,當然是傻大者 接著是1967年,飾歌跌落坑渠 他做李鳳慶,教子沙父皇 反寸做熟帝劉鎮基,麥當姐 飾演吳德閑,遙遠的路,飾演羅超南 接著是1983年,陰陽初,飾演古志明的母親 1985年,四眼仔,飾演李錦麟的母親 接著是1987年,天柱良縣,飾演小玉媽媽 接著是娶老婆,投錯胎 接著是1988年,南北媽打,飾演李蕭雲 奸人本色,飾演假士 接著是長邪先生,飾演李太太 然後是1990年,靚足100分,飾演林天賜的母親 安樂戰場,飾演老太 王家女長,飾演王太太 接著是跟大家說一說鄧碧雲拍歌的電視劇 首先在佳藝電視,她拍過一套明流情史 1978年的作品 她飾演韋姬信的太太,叫做孫容劍衛 另一個角色就是,接著佳藝就集了一套 她就去了麗的電視和亞洲電視 她就在1978年拍過《變色狼》 飾演鄺李秀英,然後是姐姐弟非法譜 跟董彪一起拍的,她就飾演安美麗 然後也是姐姐弟非法譜的第二輯 就是1983年,她仍然飾演李安美麗 然後跳槽去了無線電視 在無線電視,她就拍過1977年 1977年就拍《家變》,她飾演袁興雲 另外又拍過《兩夫妻》1978年的 另外就是1978年的《大亨》,就拍《王安娜》 跟著就是1979年的《抉擇》,飾演陸詠卿興 然後也是1979年的《網中人》,飾演吳秀英 跟著就是《京華春夢》,飾演金老太 跟著就是《世異不兩立》,1980年 就飾演吳慧芳 跟著就是1981年的《流氓皇帝》,飾演《魷魚詩》 跟著就是《逐個竹》,1981年,飾演《魏金花》 然後就是1983年的《四海一家》,飾演《慶嫂》 然後就是1987年到1989年,拍了兩三年 就是這個季節,她就飾演李淑德 然後就是1989年又有一套《金莊季節》 亦都是飾演李淑德的 此外她又在香港電台的電視部拍過兩套 首先是《城市故事》 就是1981年的她飾演《大少奶》 就是《香光歲月》1984年,飾演顧嬸 另外她在麗的期間,在1972年 就負責主持的一個節目 就叫做《鄧碧雲時間》 好,今天同大家分享鄧碧雲的戲劇人生 分享到這裏,亦都全部分享完畢了 喜歡這條片的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以及多多訂閱我們的阿恩與阿娘頻道 下一集我們就繼續同大家分享另一個明寧老觀的故事 希望大家多多捧場,繼續收看 好,拜拜